但是總委員知道 全能兩位理長 這段時間真的是我們跟兩位理長的資訊 資訊了很多很多寶貴的意見 也有很多理工的資訊 接下來是兩位理長 我們主席在部長還有省區長 委會的各位來賓 各位好朋友 我想我們在這邊跟各位鄉親報告 我想這段時間尤其今天的會議 我們當然覺得比較倉促一點 他們的定這個時間可能 在定定這個時間的過程當中 比較沒有思考比較詳細 所以比較倉促 造成大家可能今天到場不是很勇業 不是很多 包括我們這邊當然在接到這樣一個通知之後 時間上實在想也來不及公告 就算公告出去 我想我們理長這邊也會面臨很多的責難 在這樣的情況下 所以我們在這樣沒有今天的會議當中 雖然沒有公告 沒有很多的時間來準備這樣一個會議 但是我跟蔡部長這邊 跟我們幾個慈禧這邊的好朋友 我們幾位師兄這邊 基本上我們一直在反應這樣一個部分 就是說 像今天的會議 我們本來是要求說能夠暫緩 能夠暫緩 讓大家有多一點的時間來參議 但是實在講已經發出去他們也決定說 如期能來召開 但是我們這邊有一個要求 一個請求就是說 希望今天的會議 不只是說今天開完就算了 我想我們剛剛提到15年過去 15年過去當中呢 包括都委會那邊也好 相關的單位也希望此期間很快的 包括不耐其反一定要播出時間 好好跟地方的親民來溝通 但是這15年當中賽場溝通的太少 溝通的太少 也造成我們一些民眾 包括我們親民 包括我們理長這邊 對整個慈禧的這樣一個案子的內容 包括他們修正之後的狀況 我們根本不了解 所以在日辦期間 我們一直拜託部長這邊 他來參議之後 我們一直拜託他說 趕快來開松明位 但是賽場開快了 有一點真的太快了 讓大家有一點準備不起 在這樣一個情況 但是我想我們賽場這邊 也跟我跟謝理長承諾過 我們一定會再招待 只要有這個需求 只要有這個需要 我想兩次三次甚至五次 他們都會來招待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做到這樣一個 每一次的溝通 我想能夠增加大家的一個共識 這個地方在開放 對地方的好的案子不怕 來做說明 我們應該要很坦然的 來面對我們所有機密的一些疑問 來做說明 讓民眾來了解 我想這樣子對我們整個開發案 也才有一個幫助 對地方的發展也才有一個幫助 所以剛剛提到15年過去 真的是溝通 說明也不足 那我們希望 然後蔡部長來了之後呢 能夠打開這個大門 大家不斷的來溝通 我想15年過去 我們在一年兩年的時間 發在溝通上 我想都值得 都值得 為了地方上討 為了整個實際的形象 能夠不遭受外面的質疑 我想這個都是必要 我想這個部分 這部分是我身為大福利提長 我在意的這個部分 包括我們 我這邊的一件 也只跟蔡部長的面子交 就是 我們剛剛去的報告 非常詳細 我們遭受過 很多次的一個災難 那災難當中呢 尤其是水的部分 那水的部分實際上 也是我最重視的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處在這樣一個環境之下 水的部分 如果說沒有好好真的做一個處理的話 那我想我們這個整個大福利 大福利三中間 真的很難再住下去 我想這個部分 真的 一直在請求一些相關單位也好 我們市政府的一些相關單位 或者說我們蔡部長這邊 在他們的一個自宏池的自宏量 能夠提升就提升 因為實在想 平常用不到 我想沒有關係 就讓大家做一個詳細 包括我們現在的自宏池一樣 平常大家用不到 不是大家用不到 平常我們沒有那些水的部分 所以大家不會去注意這個環境 但是有水的部分 即將你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自宏的一個空間在那邊 我想對我們身家性命 就是一個保障 包括我們七長剛剛講到 我後期還在爭取 我們裡面 明粉K系的一個自宏池 但是這個部分好像 市政府方面 他們評估下來 有一些好像沒有什麼效益 對這個功能的部分好像不大 所以他們還是在研究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該努力的部分 我想我們站在里長 我們其實會很努力 包括讓大家能夠住在這邊 住著安心 好 住著快樂 這個是我們身為里長 應該要做的 包括七一的發展 我想我們也快樂持續勒 能夠多聽地方民眾的聲音 然後再來做你們的規劃 做一個結合 我想這樣子 剛剛提到 能夠多贏的局面是最好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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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各位期望我多久以前通知你 你告訴我 我一定遵照辦 比如說各位告訴我說 希望能夠十二月三四號辦 那我就十二月三十號 只要我有時間 我就十二月三十號 然後你告訴我 應該幾天前書面通知你 那我就幾天前書面通知你 換句話說 時間不限 地點不限 性質不限 這個我承諾 今天不是第一次 以後 今天也不是最後一次 以後一定還有下一次 再下一次 即使是我們都市計畫審議完了以後 我們在蓋的過程 或在設計的之前 我們都會諮詢各位的意見 因為各位畢竟是 將來等級或住在家 我講一個比較粗俗的話 我將來來的機會 有可能是兩個月三個月來一次 因為我不住在這邊 但是各位都是在這邊的 所以各位絕對是最關心的 那至於剛剛您指導的水系 這畢竟呢 我們應該交給專家 我一定會交給專家 但是那個剛剛投影片 各位錄很仔細看 三個水池以外 其實中間那一塊 平常就是一塊 沒有水 草地 遊戲的地方 可是 真的是有強降雨的時候 那個時候才會流行 當然現在的功能 難怪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這些呢 都會交給專家來評估 對不起 再給我時間 謝謝 感謝你 感謝你 感謝你